圣诞节就要到了20号的上午 花联市长维嘉宴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副主席黄达翔等人 特别前往了毕师大教养院 以及黎明教养院 将圣诞气息与欢乐分享给所有院生 圣诞节就快到了 每年施工所都会到市区各弱势团体 进行年终关怀 20号上午花联市长维嘉宴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副主席黄达翔 以及施工所车劳客同仁 也一起化身为圣诞祝福使者 前往毕师大教养院以及黎明教养院 致政糖果礼品将夜旦气息与欢乐送进洛事团体 今天很开心能够到毕师大以及黎明教养院 然后在圣诞节的前夕 发我们的小礼物给我们所有的院生 那其实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毕师大 以及我们黎明教养院对院生的一个照顾 那其实工所一直持续的都有跟我们 毕师大以及黎明都有做一个合作 那未来有希望更多的活动能够跟孩子们一起来互动 那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孩子们 圣诞节快乐 他是猴子还是猪 对 对 对 事工所特地邀请魔术大师雷恩带来精彩表演 有趣的互动 夸张的肢体语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而卫师长也呼吁民众在岁末年关之前 多关注生活周遭的弱势民众 尽一己之力传递爱与温暖 记者许立奇英华临时报导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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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